嗨嗨,各位觀眾朋友們,我是雪兔 今日我們要來玩的是Wingcraft啦 在這一次雪兔想要分享幾個可以增加你遊戲體驗的東西啦 如何下載以及如何操作 下載網址雪兔都會提供在這部影片當中 所以各位新手朋友們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來去做安裝 並且讓你更能去體會到這個Wingcraft的好玩之處啦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我的Minecraft是不是跟你的Minecraft有點不一樣呢 是的,雪兔的Minecraft是有安裝我們的光影 在沒有安裝光影的狀態下 我覺得跟我們的Minecraft實在是太像了 像到我看到這些木頭呢 我都很想要來去敲它 這個就是我們把光影關掉的模樣 跟我們一般在玩Minecraft實在是太像了 走到那邊,我都會開始想要敲這些木頭 來去可能做個合成台之類的 所以雪兔呢,覺得好的光影 是讓你對這款遊戲開始喜愛的第一步 也因為這樣子我在去遊玩這個Wingcraft的時候 我首先就是先去安裝光影啦 至於第二個雪兔推薦在這個Wingcraft裡面 遊玩提升的東西是什麼 有沒有覺得我的介面是不是跟大家有點不一樣呢 是的,我的左上角有我們的小地圖 而我按M也會有大地圖可以來去觀看 然後可以知道說 我這附近會有什麼樣子的商人 如果我現在想要從這裡走到鐵匠那邊好了 我可以直接標註到鐵匠的位置 亦或者我想要接個任務 我也能直接打開我的小書任務書 然後去看一下這個 我的任務地點就在這邊啦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方便 這個綠色這一條還有這個小圖示呢 是原本在你沒有裝這個小工具的時候 官方一開始就會有的原本圖示 可是如果你裝這個小工具的話 它會有更明確的 就例如說我們的公尺距離 以及它的確切的高度 當然有一些任務它不會有高度啦 但如果你想要更精確去找一些位置的時候 其實這一個小工具我覺得還蠻不錯用的 這個小工具呢叫做Wingtails 它的好用不僅在於剛剛所說的我們的小地圖跟大地圖這件事情 還有可以看到雪兔的這個物品欄呢 有多了幾個圖示 可以看到雪兔這邊有9個綠寶石跟38個綠寶石方塊 如果我按下Shift 還可以告訴你說38個綠寶石方塊大概是幾個綠寶石 它能直接來去換算 還有呢 我的裝備會直接顯示出它的接位 如果你在沒有安裝這個Wingtails小工具之前 你是都只能鼠標往上面指才可以看到說 喔原來這個是傳奇裝備 這個原來是套裝 裝了這個模組 從顏色上面你可以知道 這是套裝 這個是傳說 這個是獨特 這個是稀有 跟我們的高貴 它這些都能一眼看出 以及我們的藥水這些屬性啊 還有回塵這些卷軸都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圖示 就連我們的地層鑰匙都是 這個小工具Wintel 我認為它這些功能對於新手來講 是非常之實用的 是不是有人覺得說 攻略我都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這些任務到底在講什麼 該怎麼辦 這裡呢 就直接按下我們的快捷鍵 I鍵 或者你直接把物品欄切到這本書打開也有 任務書給它點擊下去 接這個20等的任務好了 然後 你有看到 最下方有寫說 左鍵呢 是追蹤這一個任務 中鍵呢 是可以看地圖 右鍵呢 則是可以看我們的 維基百科 中鍵的話 它會直接告訴你這個位置大概是在哪邊 你的地圖會直接打開 而雪兔要介紹的是它的 右鍵這個維基百科 它會直接來到了 英文版的 Wiki 網頁 那也不用太過於擔心 你直接右鍵來去翻譯成中文就行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個任務的資訊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你也能看得懂 它大概的故事是什麼 但因為這一款遊戲是一個MMORPG 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重視故事性 不然我覺得大家可能對於 故事 的內容 應該不會那麼感興趣吧 雪兔自己是比較不感興趣一點 那這一個Wiki有個好處是 有一些任務它不會寫得這麼詳細說 你要去找的人是在哪個位子 以及你要進入的點的位子是在哪裡 它只會給你一個大體的方向 或是直接給你一條訊息 讓你自己尋找 那你直接搜尋這個Wiki 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是在哪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都會有坐標 那有坐標呢 你就能根據這個坐標 來到我們的遊戲當中 沒錯 打開我們的M 有看到這個加號了沒有 創建新的行點 點下去 你把你那一個三個坐標XYZ打上去 它一定要有行點名稱 那這個就寫說 OOKK 然後圖標是長這樣子 按錯身 我剛剛做的這個坐標呢 就弄出來了 這個坐標的好處呢 不僅是你可以追蹤 還有一點 因為你剛剛有把它的Z軸給打出來 所以它可以告訴你 這個高度在哪裡 精確到整個定位的入口點都很OK 就是你要找不會那麼的困難 但當你不想要有這個坐標的時候呢 回到這個Map 然後下面有一個管理行點 就是我們這個 像個圖釘的 點下去 按個刪除 它就會直接在你的地圖上面消失了 所以 這個功能 我認為非常之好用 Wintel的小工具 非常推薦大家 來去安裝 這個有沒有安裝 真的會直接影響到你 是不是會玩這款遊戲 因為這款遊戲 全英文很痛苦 雪兔也是這一個苦主 我也覺得這個全英文是超級痛苦的 可是有這一個Wintel的小工具 玩起來就好像還好了 而關於有一些技能上面 敘述啊你想看懂的話 喔我這邊有一個小妙招 拿起你的手機 直接點開Google翻譯的App 然後Google翻譯底下不是會有一個相機嗎 你就用那個智慧鏡頭 對著這一個英文來去做翻譯 那我都是這樣子來去做即時翻譯的 就是假設我真的看不懂的話 可是現階段啊 因為可能玩了個三四天以上 所以我現在已經可以大略看得懂說 它上面寫的英文的意思 會是長什麼樣子 以及大概會影響到什麼 所以英文不難 真的 它單字就那幾個啊 你看Google什麼ability point 這不就是天賦點1嗎 然後它會寫說相對應 你要解鎖的技能是什麼 這一個英文沒那麼難 真的 各位真的沒那麼難 假設你真的對於這一些敘述 很想要再看得懂 或者是想要更理解的話 推進去看馬鈴薯啦 它的影片有很詳細的解述著 這一些東西的作用啊 還有這些技能啊 你想看職業也可以 那對於雪兔來講 我只想讓所有的人 更加的可以去享受著這一款遊戲啊 因為很好玩 雪兔呢也有在自己的DC群 來去創一個Wingcraft的討論區 如果有想要來去分享 或是想去討論的話 也可以在那邊聊天 如果回想得不錯 以及這支影片的戰術 有到700人的話 雪兔本人呢 準備也來創建一個工會 因為工會似乎有一些還不錯的福利 以及往後可以打工會戰 這個我是滿好奇的 在台灣目前存有的工會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多 真的是屈指可數 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成為那個屈指可數之一 但是 這個玩家的社群 這個玩家的人數呢 還是要增加了一些些啦 有些人會在問 玩這款遊戲有需要到VPN嗎? 不需要 它的連線品質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差 但是在一些尖峰時刻的點 或者是你在主城內 它是有一點點的lag 以及再去打一些世界的事件 它也會比較小小的lag 這個可能大家就要小小的見諒了一下 那關於這一個Wintel小工具呢 最後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去這個疊加管理 按自由移動 把你的這一個資訊啊 小地圖啊 還有坐標啊 我可以來去大小調整 或是來去改動 這邊你可以自己客製化自己的整體界面 你覺得太大 就把它拉小 你覺得很小就拉大 你覺得暗眼就刪掉 記得最後再按一下應用就OK了 這一個小工具 還有蠻多一些 我覺得不錯的小隱藏機制 就例如說 你可能想要來去組隊 大多數要組隊可能都要打 寫線Party Create 創建隊伍 但在這邊你直接按快擊鍵O 然後如果有朋友的話 你按邀請 它就直接幫你創建跟邀請一次搞定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是還蠻不錯的 上述這兩個東西呢 接下來 雪托會告訴你 大概要如何來去做安裝啦 首先 請在下方的說明欄點開來 因為我把網局都放在那裡了 可以來去簡單的跟著選擇的步驟 來好好的安裝起來 首先到這個安裝模組的地方 就有點像是框架 你要去Download它 按這個 Download for Windows 下載完了之後 直接安裝下去 就OK了 再來 再去裝我們的光影模組需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Iris 那把它也一樣Download 然後要記得選擇你的版本 然後選擇你要的這個 剛剛不是下載這個Fabric 然後記得也是Download這個 1.7.3加1.21 這個下載下來 那也一樣把它安裝起來 再來的話是 把所需要的MOD 剛剛那個好像不是那個安裝的齁 好像是一個MOD 屆時你就是把Wintels的MOD 給它下載下來 然後記得要選這個Fabric 然後一樣Download 跟我們在安裝這個光影 你會需要有一個就是補針的東西 屆時你如果你只丟一個光影 它肯定開不起來 所以你需要下載這個SOD 然後一樣是下載版本全部都確認 把它下載起來 它就會是一個MOD的樣子 以及最後最後就是我們的光影 光影的話 我是用馬鈴薯推薦這個光影 來去做使用 當然我還有用另外一個 反正我就是兩個來去交錯使用 這樣玩起來比較不會有疲勞的問題 然後一樣選1.21 把它下載下來 這幾個東西放的地方會有些許的不一樣 首先 如果你想要去找到自己的資料夾 可以來到這邊 開啟資料夾就可以來到這邊 當然 你如果光影模組安裝是正確的話 你顯示設定應該要是長這樣 你就可以到光影包這邊 打開你的光影資料夾 剛剛下載的光影材質包 是要到這個Shadow Park 然後來去放置 不用解壓縮 就放在裡面 然後它就會出現 那你剛剛安裝的MOD呢 就放到這個MODs裡面 剛剛那個Iris應該也是放這邊 就放這三個 雪兔就只裝這三個 好不好 就丟進去 丟完了之後 你就把遊戲關掉 然後來到了顯示這邊 打開你的光影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介面 還有你所有的樣子就會長 色負得性 那會有人在說 到底哪裡來去把自己的介面縮小 雪兔在還沒有安裝這個之前 我就已經縮小了 一樣是在顯示設定 然後它會有那個介面大小 你可以直接拉到2 拉到2就會跟雪兔的大小會差不多 那後續的這些小工具 你要來去做調整 就是到剛剛雪兔所講的 疊加管理這邊 來去做縮放跟我們的調整 但記得要按下我們的應用 至於這款遊戲 玩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特別驚豔 因為它的動畫 以及它一些地層的體驗 是不能說前所未 但是真的很好玩 小小的去一個地層給你們 來展示一下 我先把我的衣服給穿起來 武器大多數都會有人帶複數的 原因是因為 有些屬性正確 所以在打一些Boss會傷害比較高一些些 但是對於屬性克制 其實我有點不大確定 好像有幾個怪物上面會講說 它是弱什麼屬性的 所以你就是可以直接換到 那個屬性的武器跟它打 那我這把弓是地層給的弓 那它就是純物弓的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DPS的話 也可以來到這個物品去看這個 這把劍右邊 尤其主要攻擊這個紅色那個詞條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平均的DPS會是多少 下方的Spell Damage就是我們的技能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技能攻擊會是多少 反正你想要知道不同武器的攻擊會長什麼樣子 你就點它 假設你真的想看到數值 你就去城內裡面找假人設一下就好了 那首先我要去展示二三等的副本就好了 今天我才記得之前那個書本 有些人會講說 我開書本不是都長這樣嗎 如果我想要知道以前舊版的書本怎麼辦 你就按1來這邊點一下書本就可以了 就會回到舊版的介面 副本是那個Dungeon地下城 這個打勾是我已經打過的 那如果你想要再打一次 並且你不知道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子點擊它 它就會告訴你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過去了 至於地層鑰匙要怎麼來去做獲得呢 你只要去打一些地層附近 反正它會有一個像是小BOSS 精英怪的東西 你把它打掉的話 它就會掉鑰匙 根據這個小BOSS的等級 它就會掉相對應的副本鑰匙 剛好在剛剛 我在這附近有打到一個小BOSS 就掉了一個二三等鑰匙 就可以來大家展示一下 不然我現在去打這個二十七等的副本 雖說我現在三十六等 但我依舊打不贏 因為它就是副本啊 這個地下城是真的有點難 它藥水有一個好處 它藥水是會疊上去的 這個不一樣喔 這個是火焰防禦藥水吧 你可以看到這個藥水上面是不是有 加七十二加二十四加十 就是告訴你說 你的藥水現在 加七十二的有五罐 加二十四的有一罐 加十的有三罐 那一樣 進去地下城 就一定要給藥水 不給藥水就會這樣子傳送出來 所以你就是 點它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 當你有組隊的時候 你消耗藥水 記得叫自己的隊友趕快進來 因為它開門是開一段時間的 不是永久開啟 所以還請大家小心一點 今天來到這個地城呢 還蠻有趣的 有沒有看到 它的副本真的做得很厲害 我這邊不能 太快過去 因為它的地板還沒有炸完 所以如果你太快的 就用這種位移技的話 就會死掉 沒有啦 這邊掉下去不會死掉 沒有 我只是單純想要拿一點經驗 副本給的經驗還有東西是還蠻優渥的 所以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如果你真的有鑰匙的話 盡量打副本 你的等級會提升比較快 這邊呢 是要等它橋造好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 逃難 這邊造好了 趕快過去 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還是要躲15秒 殭屍豬在這邊真的是超爽的 你知道嗎 殭屍豬在這邊 它 可以隱身 殭屍豬在這邊 好痛喔 我要喝滿 太痛了吧 OK 這樣子應該可以 在最後 要20秒阿 可以把他打下去嗎 他是不是被打下去了 NICE 無憂 我真的很少看到 有一個地圖可以做得這麼的厲害 真的很少看到 這一個Wingcraft玩下去 才讓我感覺到非常的驚艷 極度驚艷 好痛阿 來他 喝水喝水喝水 喝水喝水喝水 喝水 這一關是要來去渡河 還行阿 現在雪珠打這些25等的 不敢說虐菜 但確實壓力沒那麼大 然後這一個船 並不會把你拖著走喔 你各位很危險喔 這個要移動喔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人在這邊 船是會自己移動 然後我們不動呢 很奇怪但沒辦法 再怎麼樣他是以Minecraft的框架 來去製作的一款MMORP 那就你們兩個打的王 可能是不同之了 我剛剛還以為我被壓死了 這一個部分是打無謠 王上面有告訴你他弱什麼 他叫Wick Wick就是弱點 所以他弱水跟弱火 剛好我那一把弓是豐公阿 但沒關係 傷害足夠高 你看 他這個副本掉的東西就在這邊 這個就是 裝備頭盔 這個應該會是冒險系列 你可以看到他下面有一個可能性 他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裝備會開出什麼樣子的裝備 他會直接在那邊告訴你 他只有一個選項 所以他就必定會開出這個冒險者套裝的頭了 但現在雪兔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應該拿去市場半售掉 而你每次在打副本的時候 都會有副產物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大腦呢 是這個副本的主產物 然後他的副產物是這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反正一個副本會掉兩樣商品 兩樣物品才對 那你就可以來到這邊 每一個副本都會有這個 像個寶箱的NPC跟他講話 他就可以換裝備 那副產物的東西 通常是換取這些工具的東西 或者是換一些屬性的粉塵袋 那主產物呢 大多數是拿來換裝備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要兩個大腦才可以換的 雪兔的裝備 弓箭就是在這邊換的 因為這個弓實在太香了 147 很強欸 而且這個是28等的弓 現在都已經37等 我還在用這把弓 我應該去打36等的副本 但因為我沒有36等的副本 鑰匙 跟我覺得我應該打不過 就算了 就算了 能用就好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 Wingcraft的雪兔 算是幾個對於新手朋友 想要入坑的工具小建議啦 這些東西真的是會大大提升你在遊玩的體驗 並且會讓你對於儘管是全英文的介面 全英文的世界 也不會這麼的陌生 真的玩到現在 我已經不覺得這個世界 這個Wingcraft的世界如此之陌生了 多虧了Wintel這個小工具啊 之後雪兔應該還是會再繼續拍攝幾個 關於這個Wingcraft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倘若你也想要有更多人來去討論的話 也可以加入到雪兔的DC群 戰術夠高我們就來創個工會吧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